我们开始了 我这里已经写了一段 那一段是说明就是这个有理术的时候呢 是不连续的 跟前面差不多 我们事实上也是用sequence的讲法 如果你是一个有理术 你就是等于批分之Q 等于批分之Q 而函数值就是批分之一 可是呢 我可以找一堆无理术去逼近你 跟刚才的做法一样 而这堆无理术的函数值是等于零 它不会越来越接近这个批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连续这个事情就不成了 我找到一个反例 那就不可能是连续的 要讲这个连续的无理术 它是连续的 就比较麻烦一点 我们呢 事实上是应该是要将这个图呢 是给它所谓的放大 是这样子 假设这个是X0 是一个irrational的 那它附近当然有很多无理术 函数值是零 可是呢 它也有很多有理术啊 而那些函数值呢 有可能不小的 比如说 如果它接近二分之一 它可能就是有一个二分之一 有一个三分之一 有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有五分之一 比如说 我们是这样子看 那二分之一 这个函数值是二分之一 当然比零要来的 有一定的距离嘛 三分之一跟零的距离也是蛮大的 对不对 都蛮大的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观察 这个是最重要的 这些所谓大的 这些分数 这些函数值大的 这些分数 不多 怎么说 是这样子说 如果给定一个N分之一 作为一个规范 我希望函数值比N分之一大的 弱且为弱 你这样这个不等时弄一弄的话 事实上它的分母呢 要比N小 如果我固定这个N以后 这堆的 这个分母小于N的 那些分数 是一个有限集合 它可能有一定的数量 比如说我现在N N等于五 N等于五 那那个分母比N小的 就是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 就是这五个分母 那 不会超过二十个 对不对 五只有四个嘛 不会超过二十个 那 如果N是一百 当然那个数就大很多了 那但是 还是有限 还是有限 我怎么做呢 就是 所以 我现在要求你是 我要求有一个epsilon 我希望fx 我事实上希望什么 我最后的那个 我希望它是小于epsilon 可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根本就是等于fx 对不对 fx0是0啊 这个是等于fx 而 我希望fx小于epsilon 事实上 只要它是小于 n分之一 这个n是这样子选取的 它就会小于epsilon 那问题是 这个怎么样保证 那我就说 它本来只等于一个p分之一嘛 对不对 好 我想我还是 还是 那这个x如果是五理数的话呢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嘛 五理数这个是0啊 那我害怕它是有理数 可是有理数比n分之一大的 那些点 事实上我可以绝对的 我这里可以绝对的 好 事实上是比n小的 它的分母要比n小的 而那个是有限数 就是我现在所说的 给了epsilon 我找到一个大n 然后我就确定 能够p分之一 能够比大n大的 是一个有限的 比如说 100个 或者是1000个 没有关系 那我这1000个都挑出来 1000个都挑出来 然后我要找一个小区间 在x0附近 将那1000个都排除掉 有没有可能啊 还是可以做啊 有限时间内 我还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当我排除掉这1000个以后 剩下来的不是就好的吗 如果它是五理数 它满足这个条件 如果它是有理数 它在那1000个外面 还是满足这个条件 那我不是做完了吗 这个就是我的delta OK 所以事实上呢 整个这个文句呢 下卷就说 我的delta是 是一个抽象的数 我根本就不知道 它有多小 但是我确定 我找得到它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delta是根据 我的n来设立的 是所有的 所有的y 对 看得到吗 这样子看得到吗 OK吗 好 所有的分数 它这个分母 比n小的 那个分数 跟x距离的最小值 最小值 换句话说 如果我的 如果我的x呢 跟x的距离 是绝对小于delta的话呢 那它如果是irrational 那afx跟afx0的距离 当然是等于0 是小ε 这个是自动成立的 根本就不用多说 那我害怕它是rational x等于p分之q rational 这个p分之q是 当然是最减的 是月份最减的 我的这个差异呢 是算是等于p分之1 现在我就来说了 这个p呢 一定要比n大 一定要大于等于n 换句话说 p分之1 这个p一定要小于等于n分之1 而这个n是怎么设计的 n当初就是选出 它是小于ε 那所以无论怎么状况 无论是有理数 无理数 只要它满足这个条件 我都有距离 可以控制到小于ε 我们可以控制它 我们用这种 so in any case 好 填充题填完了 给这个ε 我先找到 确定一个大n 然后呢 利用这个大n 我找到这个delta 这个delta呢 因为是有限数 所以这个最小值呢 是选得出来的 是选得出来的 它是一个 大于零的 大于零的一个正数 那只要在我的定义域里边 距离小于delta 我都有 这个距离小于ε 那因此呢 我就有呢 是说这个 f呢 是连续 是这样 我就证完这个命题了 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是不好讲的 不好写的 讲反而是比较容易讲 所以我们这部分呢 是讲了几个例子 能够说明就是 这些连续跟不连续呢 以前我们碰到的算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有一些复杂的例子 那是可以 有时候会蛮麻烦的 所以就是这个 这个epsilon delta的语言 我们要掌控得好 才可以能够处理这些复杂的状况 那大家就是要练习了 好不好 好有没有问题 那没问题的话呢 我要进去下一个课题了 如果我说这是我们这个学期最重要的定理 我想也不会过分的 我们事实上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去预备这些东西 预备这些什么完备性功力 Bosano-Wastras定理 目的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来说明这个 两个定理 一个是extreme value定理 另外一个是intermediate value定理 这个extreme value定理是说 我这个命题是非常简单的 这些我们觉得一个好的定理就是 它的叙述事实上就是简单 那我们很容易记 那很容易讲 而且呢 很多例子 你的f就是要连续 然后在一个b去签上面 则 所谓的绝对的最大值 跟一个绝对的最小值 那这个绝对最大值 绝对最小值就是 当然就是 它的所谓的 再说一遍 它是绝对的最大点 真最小点 所谓最大点跟最小点就是 它的那个函数值 就是比所有其他的点的函数值 要来的大 或者是来的小 那我们呢 这个extreme value定理 一个简单的叙述呢 就是说连续函数 在这个有界币区间上面 是attains its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s 这个是对不起 这个不是01 这个是ab 是任意的有界币区间 那我可以举一些例子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一般的有界币区间 你可以看到它的最大值 是在这里 最小值 是可能是在这里 这个是xm 跟x小m 那如果你不连续的话呢 这个事情就不一定成立了 为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是这种的 我这个点 实的 这个点空的 比如说就在二分之一那个地方 它有没有最大值 没有的 比如说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你不连续的话 你这个是空的 这个是实的 我的整个集合 整个y值 这个集合 supremum 最小上级就是等于二 可是没有一个点的值 它是函数值等于二的 所以不连续是不行的 那 然后它不是b区间 也是不行的 比如说它是 我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如果它不是b区间 比如说01 y等于x就不行了 因为这头是空的 这头也是空的 是不是 它没有最大值 没有一个点 它是等于 有这种性质 没有最大值 也没有最小值 这个是y等于x afx等于x 那 有界b区间 是有界的 比如说 你可以等于无穷吗 也不行 比如说 我从1到无穷 afx等于x分之1 那它有最大值 这个例子它有最大值 可是它没有最小值 它一直碰到0 在无穷远的地方 它就是0 这个xm x小m是不存在的 我不写那么多了 不存在的 所以 在f是一个函数 它在有界b区间上面连续 那我们就有 它达到 attains就是达到 rich 就是这个意思 达到它的最大的value 跟最小的value 最简单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随便话 就可以有很多的例子 来说明 看看这个证明是怎么做 事实上就是将 我们连续函数的性质 主要用一个 就是sequence xn去上x0 fxn只要去上fx0 使用这个 但是我们有一些 实数的性质 要走下来 那 最主要当然是完备性公里的 跟它等价的一些 那些命题 是这样子 我们大概这个证明主要有两步 那第一步呢 是这样子 第一步呢 是说 我就将这个y的值 这个函数值 事实上这边就是x 这边就是y y的值给它集合起来 那 我就叫它是 比如说是f吧 好不好 就是fx 对 这个定义就是等于f of 1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所有的fx x在1里边 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那个y的 所有的影像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r的值机 是在 是就在我们y轴上面的 首先呢 我要说 我的第一步呢 是要说 这个f是bound的 它不会飘到无穷 它不会是有一些点这样子跳到无穷 或者是负无穷 它是bunded 那 譬如说它是bunded above 它是bunded 当然不难看得见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它是 它就是y值 是y的那个部分 如果它真的是飘到无穷的话 就表示说 我有一些xn 在1里边 就是如果不对 如果这个是不是的话 我就存在一些xn 它是在1里边 可是呢 这个fxn 是越来越大的 它是bunded 譬如说 我随便一个n 如果它是不是bunded above 你一定有一个函数值 比这个n大 那我这个函数值 我就说 它是 它是这个x坐标 就等于xn 它要比它大 那换句话说 这个fxn 就是越来越大 那当然fxn 就是走向无穷 或者是limit 这个是一个sequence来的 是等于无穷 那可是xn 是在这个有界b区间上面 Bosanova-Strauss定理说 一定有一个convergence of sequence 它是收敛到某一个x0 x0在哪里 在1里边 在1里边 那只有故事讲了 为什么 因为连续嘛 所以fxn k就去向fx0 就好像配过去 就OK了 那但是 你这个sequence走向无穷 你的subsequence不是也是要走向无穷吗 换句话说就是 而这个是limit 只有一个 那你的fx0 就等于无穷吗 这个不是啊 everything是在集合里边 每一个集合都是一个实质的东西 都是一个实质的东西 那所以 这句话就成立了 那这里就矛盾 矛盾了以后呢 completeness axiom告诉我们 Bosanova-Bosanova-Supremum 这个Supremum呢 我叫做yn yn就是这些y值的Supremum 然后我当然要说 有一个xm对照着这个ym 那我又来搞一个sequence出来 我就是说 找到一个x 又找到一个 好啊 又找到一个xn 使得那fxn 相当于就是这个yn 是越来越大的 它是收敛于 越来越接近这个yn 是这样子 这个当然是ok的 那又来一次 Bosanova-Strauss 你找到一个sequence 有界b区间 你只有一个convergence of sequence xnk 我当然 我这里写xn可能不大对 不大好 我写tn吧 你只有一个tnk tnk是收敛到 某一个点 我叫做x0 那连续函数 那连续函数 ftnk 收敛到fx0 好了 我叫t0吧 而ftnk不是就是这个的子列吗 然后你的整个数列 这个是个数列来的 是收敛到一个y值 让你的子列可以收敛到什么地方 还不是同一个地方吗 所以这个ym不是只要等于f的t0吗 那t0是什么点 t0就是我们的那个maximum point 它是等于我的所有的函数值里边 最大的那个 不是吗 t0就是在这个集合里边 那t0是等于我的supremum 所以它就是我的maximum 做完了 做完了 两步 那我们巧妙地利用了连续函数的性质 然后当然最重要就是 我们有用到completion section Boszner-Wastrasch定理 我们这些r的就是时速的集合的那些公理 将它用好 那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大定理给它建立 我们来将这个证明给它写一写 BWT Boszner-Wastrasch theorem 那我就存在一个subsequence xnk它是趋向于某一个x0在这个1里边 某一个x0在1里边 那就表示说我的fxnk就是收敛到fx0 那对照我这个事实 我就是说这个1来说呢 我就可以确定呢 就是这个利用这个1呢 或者是我这样子写吧 就是Bi1 这个fx0呢 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实数 一定就是无穷 那就矛盾了 矛盾什么 矛盾就是我的fx0应该是在r里边 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为什么有矛盾呢 就是因为我假设了这个f不是bunded 所以因此结论就是f一定是bunded了吧 第二步 completeness axiom 完备性功力 我就是这个ym等于这个supremum f呢 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那好那我就说有一个sequence tn ftn是收敛于这个ym 那这个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最小的上界 所以对于所有的n在n里边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tn 在1里边 简单来说是 我这样子说 就是fynyn 这个值啊 我扣一点点的话 它就不是上界了 所以它一定是 就是有一个函数值 比这个数大 那这个函数值当然是某一个点的 就是在这个f1 ym要来得小 因为它是supremum sorry 比ym 要小心的哈 这个ym 已经是y值来的了 所以这里也写错了 那你这里简单来说 用夹击看一看 你就知道就是说 So 我的limit ftn 夹击很好用的哦 夹击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一个性质 一个定理 就是 我有这个 所以 这一步我也做出来了 那 那 接下来呢 我要继续 这边我要擦掉一点 好 所以我有一个tn 但是 tn也是bunded the sequence tn 它做了在1里边 当然是bunded嘛 所以 apply 这个 Bosano-Wastras theorem again 我们就有呢 存在一个convergence subsequence subsequence tn k 它一定收敛到t0 也是在1里边 也是在1里边 那 好 这一点呢 又连续函数 马上就有呢 ftnk呢 是收敛到ft0 那ft0可以是怎么样子呢 一定要等于ym 好 那就做完了 做完是什么意思 好 so t0 我应该这样子说 ft0 本身 就是在f里边 它是在f1里边 它是在f1里边 而且呢 它是一个上界 ft0呢 是等于supremum of这个f of e 所以它是一个上界 所以它就是maximum 就是等于maximum 结论是t0就是一个maximum point 我想不用多说了 我想不用多说了 It is the maximum point 好 就是f这个集合里边的 最大值 是不是 那 我这里 就是我这个xm xm就是等于这个t0 好 好啊 我就说xm等于t0 定义的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事情 那 事实上我这里是处理了一半 最大值 那最小值怎么办 照做 对不对 那我就 那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说 这个我不详细写了 就是你 这个f啊 也是bounded below 因为不是bounded below 最后呢 我可以找到一个sequence 它是 最后呢 找到一个sequence 结果函数值呢 是趋向负无穷的 那 你有一个某一个y0 它的值呢 就是负无穷 所以 矛盾 然后 我就定一个y cell m就是infinimum of f 然后 再说明就是 真的是有一个t0 它的函数值就是 相当于你的y of m 所以 这个minimum point 也是有的 也是达到的 那这个是我的第三步 similarly 这个f呢 是bounded below 不多写了 那 我就另呢 这个y小m呢 是等于infinimum of f then 我就有 这个 也是 我叫做s吧 sn in in 就是一个sequence 在1里边 使得呢 好了 我想我不要 我不用多说了 就是 类似的过程 我就是 有一个xm在1里边 使得呢 这个fxm呢 刚好就是等于ym 所以 我的xm呢 就是 minimum point 这个xm就是我的minimum point 我跟大家说就是说 我们用微分 来帮忙找最大值最小值 大概 也是有 差不多200年历史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才 我们才将 这个最基本的 那个extreme value theorem 来确认 你没有这个保证一定有最大值 你就没办法可以用微分等于0 这种东西来找 所以在水里上应该是要保证有 我们才能找 而 那个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完备性功力 那有了完备性功力跟他的一些等价的定理 我们再利用连续函数的好的性质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命题呢 给他 非常严谨的 非常圆满的 给他说明清楚 那所以我说 这个定理是我们 起码是开学以来最重要的一个定理 那 因为这个要证明这个定理 能够使得我们要更深刻的去了解这个实数的架构 那才可以有办法会成功 是这样子 所以 大家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些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如果我印象没错 对吧 我这个做法跟书上好像是不大一样的 这个李建元很喜欢看书的 所以我要跟他说明一下 这个定理两三个证明有的 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但是我觉得最简单应该是这个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有几次铁 噢 针道铁 这要是这个 推特的 证明就是这 倾修空间的缺帐 可以跟他说明之后 要参考等一下 這就是詛教課裡的一道細題來的 他會給一個例子給大家 如果我是連續函數的話 我有一個點掉在零上面 那它會過一陣子才跌下來 意思就是說如果我x0 fx0是大於零的一個點 它就有一個小區間它都在零上面 它不會這個點在零上面馬上就掉下來 因為連續掉下來需要一些時間 而我可以控制到有一個小區間 區間有多少不清楚 但是就一定有一個小區間 那這個事情將它相反來看就是 如果我有一個點它小於m 它跟m有距離 那它要拉上去超過這個m 當然有可能 可是呢你還是需要一些時間 你還是需要一些時間 就是有一個小區間 你還是在m下面 這個是一個大m 這個又是連續函數的另外一個好性質 而這個性質呢 後面有很多很多有趣的應用的 是一個基本的我們對連續函數的認知 連續函數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來的 有關今天的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我們做了蠻多東西的 我們最主要是做了兩個例子 兩個蠻古怪的例子 然後我們可以利用我們建立的有關連續函數的認知 就是給他講得清楚 哪一個點是連續 哪一個點是不連續 那我們也有呢 是對最後的這個所謂的極致定理 那這個定理本身就知道它是重要的了 那我們也給他證明得清楚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下課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了